好謝謝主席各位委員 那麼我們非常高興工廠輔導法能夠順利的完成修正三讀 解決長期這個未合法登記的這些工廠營運的困難 那麼解決了這個問題跟馬英九無關 所以不要亂扯 這個不是馬英九特別提出來的 這個是長期下來立法院這邊主動出擊 主動出擊之後經過民進黨執政國民黨執政 那麼在立法院這邊為主的一個討論 漸漸的形成了立法跟行政的共識 所以這個跟馬英九無關 所以不要拍到馬腿上 第二個這個跟ECFA無關 ECFA如果真簽了 那我們努力的讓這些目前沒有合法取得工廠登記的這些工廠 他可能都是傳產為主 都是傳產為主 那不太強我們在這裡來務啦 結果讓他合法可以取得金融營運的資金 可以取得一些相關設備改善長期投資的意願 結果結果來了一個ECFA都死幾片 都死幾片了 不再跟我們為這些傳產努力 所以這個ECFA反而會造成這些合法之後的更大的衝擊 那麼我們非常高興就是說通過了這個之後啊 那麼讓這些為合法登記的工廠啊可以有七年啊 七年的這個時間 那這七年要做什麼 這七年是地方政府要負起責任趕快解決地幕的問題 趕快解決啊工廠合法營運所需要的相關行政配套的問題 所以這七年不是在空等啊 是地方政府要負起責任 中央政府要負起輔導